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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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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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所预备的 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宝座上 跟我们说成了 主耶稣基督是起初 是终结 主要我们信仰一个这样的主 实在是我们的福气 多谢祢 将这样的福气来给我们 主要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的权力是无法测读的 最后审判你的时候 你所为我们预备的 是超乎我们所想 超乎我们所认识的 我们多谢你 赞美你 你就是一位这样的主 你的作为 实在是令我们的惊奇 你的恩典 实在是不能够数算 天父我们多谢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臨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各样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与见诗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道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启英经文 成为圣洁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工 作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 所阅纳的灵祭 唯有你们是被简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照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却在现在作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梦连述 现在却梦了连述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 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将这样圣洁 无邪恶 无电污 远离罪人 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 合而地 所以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 蒙爱的人 就要传联敏 因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严规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遥恕 主怎样遥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遥恕人 然而 神坚固的根基 立住了 上面有者印记 说 主认识 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称呼 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 不移 人若自杰 脱离悲战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神的话语 鼎姊妹 我们一起来唱诗 《荆河万皇之王》 圣洞情 按荣荣荣 有还人 子应该算 前阵怡 只性理归来 看实彼拜住近前 奉上官面 奉上官面 得胜大军像王军 得胜大军像王军 天是天均快来天面 因主共资极飞黄 奉主座王座部座上 伴父终生振同床 奉上官面 奉上官面 得胜主为王军像王 得胜主为王军像王 何人曾天均滴冠军 主被慰安收计讽 奉日热上圣好天使 环瑶佐千齐奉景 奉上官面 奉上官面 宇宙奉何处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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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七位天使上 城中有神的榮耀 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 好象碧玉,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 門上有十二位天使 門上有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 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城牆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揚十二使徒的名字 對我說話的拿著金位子當尺 要良那城和城門城牆 城是四方的,牆寬一樣 天使用位子良那城,共有四千里 牆寬高都是一樣 又良了城牆,按著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爪 長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名正的玻璃 神的話語 頂著我們今天要一起看的新耶路撒冷 上個禮拜我們說到 在舊的天氣,天地都過去的時候 天上有一個新天新地 然後有一個新耶路撒冷 從天而降 只有得性的基督徒才能夠在這個地方 其他的無份 我們多謝神的恩典 這樣來看顧相信祂的人 我們一起祈禱 天父,我們多謝祢的恩典 我們是卑微的人 但是主祢給我們有機會相信主耶穌基督 祢給我們能夠成為你的門徒 主,當我們說我們的罪被洗淨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知道我們到底會是怎樣 主耶穌基督,但是你知道 因為祢為我們所預備的 是如此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能夠得到的時候 實在很可惜 天父和求祢的靈 幫助我們 明白祢要賜給我們的 是多麼大的福氣 我們恭敬地將 我們以下的時間 仰望他們的手裏面 求祢的靈 幫助我們明白聖經裏面的話 明白祢的作為 明白 主耶穌基督為我們成就的 是多麼美好 我們恭敬地將以下的時間 仰望他們的手裏面 我們時常都在想 有人說 我們以後在天上的時候會做什麼呢 也有人在想 在天上的時候 我們的形象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可不可以認識我們以前認識的朋友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們期望著的 但是 對我們 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會不會想錯了呢 神的要求到底是什麼呢 神會將我們 做成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在我們能夠面對神 看到祂的時候 我們的樣子到底是怎麼樣的 所以今天 聖經跟我們說的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 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 是被裝飾整齊 預備好了 要來迎接祂的新郎 什麼叫做預備好呢 我們就在今天看一看 預備好到底是什麼意思 主耶穌基督來到的時候 祂提醒門徒 我們要預備 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能夠做的是什麼呢 在這個大環境末世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站立得穩 我們能不能夠堅持我們的信仰 而去到最後的日子 不被丟進火湖裡面 好像受假先知魔鬼 沒有在生命賊上的人一樣 我們是在新天新地裡面 是有份的 這是主耶穌基督對我們所說的 在這個亂世裡面 我們要遭遇到的 我們甚至會被殺 但是祂說不要緊 你們等 人能夠做的 人能夠做的 在地上 就是持守信仰 遵行主耶穌基督的話 這是我們在地上 在天上 神會將我們改變成怎樣 這就是神的工作 新的生命給我們的時候 到底是怎樣 我們大家一起看 我們要福祉一下 坐寶座的那個話 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新天新地和舊那個完全不同 若漢你要將這些東西寫下來 因為我所說的是真的 是有些可以相信的 因為主耶穌基督是由起初到沒了的神 祂不只是在中間那裡走出來的 由始至終祂不在中間 這是我們的神 所以祂什麼都知道 祂要將生命的水 賜給那些口渴的人 得性的 要在新天新地裡面有份 作神的意志 這個是作神的意志 我們跟著怎樣呢 他說拿著七個金門 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 有位來對我說 約翰又看見一個景象 有一個天使 這個就是將七個碗裡面的神 對那些不相信的人的懲罰 來顯示出來的對他們來說 我們現在看看這七個碗是有惡毒的倉 在人的身上有惡毒的倉 在他們的運輸上海變成血 在他們的生活上水變成血 在他們的行走 在他們所住的地方 太陽是會燒人的 買的孔子 寶們的國都變成黑椅 河水都會乾了 神的憤怒在那些有受孕的人身上 就是這樣 这几个在做神的工作的天使 有一个对约翰说 你上来 我要将辛苦就是羔羊的妻 给你看一看 前面我们看过新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在新天新地里面 预备好了 然后这位天使要对约翰说 我指给你看 让你知道 这个新耶路撒冷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新耶路撒冷 原来是羔羊的妻 要给他看 羔羊的妻子怎样预备好 于是约翰就说 我被圣灵感到 这个又是灵上的 让他提到一座高大的山 原来要看这个新耶路撒冷 要上去一座很高的山 但是看下来才能看到的 看下来才能看到的 新耶路撒冷 原来这么大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城市的时候 看一个城市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要去高空看 有一个广播电台 装了一个摄影机 装了一个摄影机 在CSU的一座高楼上面 拍出来整个克里芬的市区 拍得很漂亮 要在高的地方才能够看得大 看得远 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记住要向高处看下去 原来耶稣基督的辛苦 就是这个新城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什么呢 耶路撒冷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名如水晶 在整个城里面 看到的是什么 有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被人看起来的时候 约翰不能够用什么来形容它 只能够用它所认识的宝石 来形容那些光的珍贵 好像碧玉 好像水晶一样 很贵重的 神这个耶路撒冷 看起来 因为有神的荣耀照着的时候 是什么 是很贵重的 不能够形容它是什么 好像宝石那么名贵 有高大的墙 很高很大 然后有十二个门 门上 有十二位天使看着 这个门有谁来看啊 神的天使看着 每一个门都有天使看着 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第一次我们当在这里看到的时候 我们会想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神没有忘记 因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给我们的显示就是 他是进入他的通道 我们是借着以色列的信息 他们所传出来的信息 他们所教导我们神的旨意 和他们所等待的利财亚 而相信 是经由这些以色列的民族 我们是神的旨意识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虽然我们今天是外邦人 我们能够相信 主耶稣基督 是因为有以色的人在前面 所以大家记住 然后每一道门 都有一个天使在那里做看门 你想想 天使来到看门 看着这些门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 好像一个四方的这样 然后呢 有三个门 每边有三个 弟兄姊妹 原来东西南北 所有的人 神都欢迎他进去 就像主耶稣基督说 我要将生命活泉的水 来伺给白白的伺给人 伺给什么人 东西南北 全部都有人可以来 没有人会被拒绝 只要他源于你 通过以色列人 他们所传出来的信用 这十二道门 我们可以进去 这十二道门 而这个城墙 城墙有十二个根基 根基上有高扬十二仕途的名字 除了旧约以色列人的门 还有根基 这个根基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 有他们的名字 有他们的名字 我们想到了 弟兄姊妹 这个耶路撒冷的墙到底是什么 耶路撒冷的墙就是弟兄姊妹相信的源头 我们的根基是十二仕途的根基 主耶稣基督是奉角的头一块石头 十二个使徒将他的信仰的根基建立起来 圣墙就建在这个根基上 没有第二个 没有第十三个 没有第十四个 因为他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就在这些根基上建立起来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由十二个使徒传出来的 今天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到 不要忘记我们的根基 在根基以外 凌切根基的 不属于这个城 这个是我们要分辨清楚 如果有人在我们中间 来传跟我们相信的圣经里面 讲的真理不同的时候 那些是假先知 那些是假的道理 通过以色列人的这个门 通过师徒所建立的根基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我们所信的神 不是外邦人传的神 而是通过以色列人 来传出来的那个神 才是真神 对我说话的 那位天使拿着金位子 要良那城 和城门城墙 为什么要良呢 让我们知道那里到底有多大 有多大 记不记得前一届我们看过 约翰也曾经拿着一条位子 来量度圣殿 那我们解释说 在圣殿里面很多人 足够的人数 足够的人数 可以在里面 然后 这次 是天使拿着金位子 要来量那个城 为什么这次不是约翰去量呢 第一 因为约翰在山上 量不到 第二 如果我们看一看 那座城有多大 我们知道 这个可能是超出 约翰可以量度的范围 城是四方的 长和阔都是一样 每一个共场四千里 四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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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有一个英文 日本 将它翻译成一千四百英里 一千四百英里 如果我和师母一起开车 回去 Rogue Island的家 然后再回来 加上就差不多一千四百英里 开二十二个小时的车 约翰如何量呢 到底知没有原来新耶路撒冷这么大 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然后又量一下 城墙有多厚 一百四十四爪 每一爪 大概有一尺半 一爪就是由这里的尺寸 那么 那个英文尔本 把它翻译成二百一十六尺 城墙的厚度 是二百一十六尺 大家想想 一千四百里 然后二百一十六尺深 这个是城墙 城墙是什么 碧玉做的 好像精金 好像明静的玻璃 城墙的 我们看看第十八词 城墙是碧玉做的 城是精金的 如同明静的玻璃 第一姐妹 这个墙是谁 这个墙 就是你和我 记得 我们要变成砖头 要来砌墙 当有第一个根基 有第一块石头 然后建了一个根基 我们就一块一块地被铺上去 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是相信主耶稣的人 一个一个跌上来的 等姐妹 所以我们想一想 神给我们的形象 是好像碧玉 好像精金 好像明静的玻璃 我们是干干净净的 是很稠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的宝石 修饰的 兄姐妹 每一块贴上去 在城墙上面 可以看到的 都是宝石 全部都是宝贵的 在神的眼里面 在神的地方 不宝贵的东西 是无法在那里出现的 这些宝石的名字 我牧师全部都没见过 不过大家可以想想 第一个根基是碧玉 南宝石 绿玛 绿宝石 红玛 红宝石 黄碧玉 水仓玉 红碧玉 翡翠 紫玛 紫玛 紫正 弟兄姐妹 想一想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变成了一个 这么贵重的宝石 最贵重的是 神用来用在 建在祂的城墙 这个是神给我们 特别的恩典 十二个门 有十二楼珍珠 每门一个珍珠 然后 我们看到城里面 街道好像精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一样 等着我们看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为什么城里面 要用一些这样的材料呢 我想到的就是 在以色列的地方 有很多沙 沙是黄黄色的 走起路上来 是很热的 很难走的 看不到路的 但是同样的颜色 去到神的点 神的城里面的时候 好像金一样 这个是在地上 和在天上的最大的分别 在地上 好像泥沙一样的 在城上 好像正金 很顺正的正金 等着没有原来信主的人 耶稣基督的辛苦 被装饰的时候 是用这么多珍贵的物件来装饰的 这个就是你我的形象 等着没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辛苦 我们这个圣场是要来迎接耶稣基督 在我们中间做主 神给我们的超乎我们所想 他说我未见城内有电 在耶路撒冷里面 我们知道有一个圣殿 那个圣殿代表了神的同在 但是他说在城里面 看不到有电 但是看到谁 看到神全能者和高阳 弟兄姊妹 原来这个新耶路撒冷 就是那个电 我们围住的 在这里里面 神在里面 不需要再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就是神的电 城内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为神的灯 我们的光是在哪里 不是人做出来的 人做出来的东西 不可以在里面 被造的太阳 月亮 星寿也不在里面 因为有神自己的荣耀光 我们记住 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 他将他的光分一些给人 在这里 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神就在里面 灭国要在城的光泪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这个城墙上面 所有相信神 主耶稣基督的人 成为神的人的时候 他不再记得自己是什么身份 每一个人都将荣耀归于神 城门不用关闭 为什么 因为没有夜晚 也不需要二十四个小时 因为到时总是八天 不会有夜晚 所以不能算一天两天 这是在神的 神是超出时间以外 我们不需要计时 不需要计时 然后呢 这个城 谁可以进去 什么人在这里有份 凡是不潔淨的 可憎的 与虚荒之事的 总不得尽那城 那些人没有资格进去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策上的 才得尽那里 帝子们 在生命策上有份的人 才有资格进去这门 没有在上面的 大家都知道在哪里 死第二次 他们要死第二次 他们要死第二次 很多人 很多人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将来的荣耀 是这么大的 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 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 成为基督的新父 我们组成了新耶路撒冷 但兄姐妹 原来新耶路撒冷 不再是一座 木石金银 神的城 而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成为神的地 神住在我们里面 在城里面 有什么 在城里面 天使又指给我们看 城里面有什么 有一条街 有一条生命水的河 好像水晶那样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生命的水 在神那里流出来 每一个人在里面 都可以得到滋润 河这边 与河那边 在河的两岸 有生命树 大家记得 生命树在什么时候出现过 在创世记 神对阿当说 圆当中 生命树和分别善落树上的果子 分别善落树上的果子 因为你不可以吃 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阿当离开了神之后 神太 神将生命树 封起上来 不让人碰到 因为人吃了之后 就永远不死 所以 罪也不可以消灭 但是到现在 若汉看到的 生命树出回来了 是 结十二样的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业上的业子》 《业上的业子》 乃为医治万物》 如果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 我们想到 我们还要不要吃东西 我们可能会问 生命树的果子 每个月都有果子 我们吃的 我们吃的果子就够了 十二个月都不同的 神安排给我们的 多么丰富 《业上的业子》 《业上的业子》 《乃为医治万物》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还要这样 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肉体 是会衰老的 我们的生命是会结束的 这个人最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人的衰老 人的病 《业子》 《业子》 《乃为医病》 《业子》 《生命树》 《乃为医治万物》 《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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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何以来 阿当犯罪之后 地因此而受咒作 改变了 耶稣基督说 更生了 在城里面 有神和羔羊的部署 就是他们在这里 不需要声变 因为城墙就是我们围住在他的身边 来服侍他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 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每一个人 神都有一个特别的记号 每一个人 都写着 我是属神的 这个是神的名字 写在他们的额上 等姐妹 原来圣灵给我们的印记 是不是就这个 羔羊的名字呢 前面我们看过 圣灵 为相信的人都打了一个印记 今天 我们看到了 额上 有羔羊的名字 写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属于他 神在信他的人上面 今天打了一个印记 我们是属于他的 信吗 不再有黑夜 也不用灯光 日光 因为神要光照他们 我们要作往 直到永远 没有 第二样势力 可以将我们已经得到的身份 拿走了 在这个时候 当我们和基督 一起审判 要第二次死的人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是王 自此之后 我们的身份 已经定在那里 没有人可以拿走 丙姐妹 我们预备好自己 神将我们成为圣洁 可以有资格 来迎接主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中间 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中间 和我们面对面 新赢路撒冷 是你和我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 来迎接我们的身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说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你为我们安排的 在以后的世代里面 当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原来 我们是这么有价值的 是可以配得 来到迎接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天父说 多谢你改变我们 多谢你 多谢你 给我们有新的生命 给我们可以有荣耀的身体 来到见你 来到成为你的灵工 你住在我们里面 神啊我们多谢你 祈祷感谢 赞美 靠礼主耶稣基督的你 祈祈祷感谢 阿们 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 奇异恩典 神给我们予恩典 祈祷感谢 阿们 祈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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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祈祷感谢 阿们 祈祷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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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一如智 好尝尝尝 如眼兴奉 赞予兵何敢笑 好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唱三一众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尚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阿们